创意手工 创意生活 同学们好 今天我们将尝试创意编织 竹编 藤编 柳编和草编 是我国民间有名的传统手工艺 竹编工艺最早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时代 藤编的历史可以回溯到唐朝 柳编工艺可以追溯到旧石器时代早期 中国最早的草编制品是和睦杜人制作的 距今已有七千年的历史 可见编织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 今天我们将使用纸条来进行编织 我们先来学习用纸条进行平面编织 大家跟我一起来编织一支长颈鹿 需要准备的材料有宽细一致的纸条 还有双面胶和剪刀 还有一些小眼珠 我们编织长颈鹿先拿出四根纸条 大家看我准备好了四根长长的纸条 两根紫色两根白色 现在我们开始了 大家先拿出一根纸条平放在桌面上 水平放直 再拿出第二根换了一种颜色 第二根放在第一根的终点处 上部少留一些 下面多留一些 上面这个短的待会是 这个长颈鹿的尾巴 所以不需要留特别长 现在第三根上场 第三根纸条再换一个颜色 与第二根纸条保持垂直 左边少放一些 右边留长一点 接下来我们把第一根纸条的两边都往下折 让它与我这根紫色的纸条平行 大家看清楚了吗 接下来我们的第四根纸条就要上场了 掀起方向朝下的三根纸条中间的那一根 就是我这个长长的紫色的这一根 把第四根纸条放下去 压在这个长长的纸条的下面 放平 左边留的长度 和这根白色的保持一致 待会这两根就是 我们这个长颈鹿的两条后腿 现在尾巴有了 后腿也有了 我们要编织长颈鹿的身体 我们用这下面的三根和右边的两根 这五根纸条来编它的身体 大家看一下 下方有三根纸条是平行的 我们把最左边的这一根白色的往右边折 折过来的时候让它跟右边的这两根纸条保持平行 但是大家会发现 这一根纸条折过来 同时压住了两根纸条 我们的编织就不能同时压两根 只能压住第一根 第二根就要起来 就像这样 接下来我们会发现 右边现在有三根纸条 下方有两根平行的纸条 跟刚才一样 我们把三根纸条最上面的这一根往下折 让它跟下方的两根纸条保持平行 这时你又会发现 它又压住了两根纸条 我们只能压住第一根 第二根 你让它抬起来 大家做到这一步了吗 按照刚才的方法 反反复复 我们就可以编织出一个接近长方形的身体 就是这一部分 好 大家继续编织 记住不能同时压住两根 压一根 起来一根 现在右边是三根 把最上面的往下折 压一根 纸条起来一根 现在这边有三根 我们把三根的最左边一根 又往右边折 这个动作反反复复 调整一下这个 长方形的 线条要保持一致 让这个身体 接近一个长方形 现在下面有三根 上面有两根 我们把下面的三根的最左边一根 再往上折一次 压住一根 纸条 再起来一根 好 现在我们就把长颈鹿的身体编出来了 当下面剩下两根 右上方剩下三根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停下来 我们看长颈鹿的两条前腿已经出来了 待会儿我们来调整这腿的长度 现在我们用这上方的三根来编长颈鹿的脖子 在开始编脖子的时候 我们会发现 其中有的纸条长度不够 这时我们就要用纸条来接一下 接的时候最好是用相同的颜色来接 我这根白色比较短 现在我用另外一根白色来把它接一下 大家用双面交接比较好 因为固体胶 接上去它干的过程有点长 所以你在编的时候 有可能它就散开了 把纸条裁一下 让它粗细一致 好 现在上面这三根纸条长度已经够用了 接下来我就来编长颈鹿的脖子 把这上面这三根纸条里面最下面的这一根 我这里是紫色的 让它往上折 按平 使它和前腿和尾巴处于平行的这种状态 压紧 大家会发现 这一根纸条同时压住了这两根白色的纸条 我们只能压离它最近的这一根 第二根白色的要让它抬起来 现在左上方有一根纸条 右上方有两根纸条 我们把两根纸条的下面的这一根 往左上方折 让它和刚才的这一根紫色的保持平行 你做到这一步了吗 按照这样的方法反反复复 把两根里面的外面一根 往这边折 接下来也是一样的 按照这个动作 反反复复 交叉编织 我们长颈鹿的脖子 慢慢就出来了 如果我的脖子只编到这个长度 它可能就不一定是长颈鹿了 可能是一匹马 或者一头小毛驴 我今天要给它编一个长长的脖子 让它编成一只长颈鹿 脖子编到合适的长度 就可以停下来 大家觉得这个长度够了吗 我觉得这个长度可以 好 现在左上方有一根 右上方有两根的时候停下来 接下来我们要给长颈鹿做耳朵 把朝右上方的这两根纸条 下面的这一根向左方折 按照我们前面的操作 我们是会折的让它跟 左上方的这根纸条平行 现在我们要让它有一个交叉 不平行 就像这样 这两条纸条有一个夹角 看起来就像长颈鹿的两只耳朵 接下来 我们要用右上方的这根长的纸条 绕着 我们已经编好的长颈鹿的耳朵 绕一圈 然后从上面穿下来 打一个结 把这两只耳朵捆扎起来 拉到合适的松紧度 调整好 刚好扎住两只耳朵 我们把多余的纸条剪下来 用双面胶 在里面粘一下 把这根纸条固定好 这样两只耳朵就被牢牢的捆扎在一起了 这一部分看起来也像一个头部 接下来我们把刚才剪下的多余的这个纸条 从这后面插进来 也用双面胶把它粘住 就像这样 好 现在长颈鹿的大型已经出来了 可是它有的地方的纸条显得特别长 下面这个腿又显得有点短 我们就要进行后面的一步的调整 可以用白色的纸条接一下这条腿 现在我们拿起剪刀来对它进行最后的调整 一直在奔跑的长颈鹿 腿还是比较长的 大家不要剪得太短了 腿的长度可以了 接下来我们修剪一下它的嘴巴 你可以剪一个弧形 你也可以剪一个脏口笑的长颈鹿也行 先修出一个弧形 如果想让它笑起来 可以在下面剪掉一个小口 这样看起来它是不是在笑呢 接下来我们把耳朵修剪一下 好 我们的长颈鹿的大致的形就做完了 接下来我要给它贴上两只可爱的眼睛 这种小眼睛 在淘宝上都有卖的 接下后面的胶 粘在合适的地方 正面粘一只 反面对应的位置也粘一只 粘的时候一定不要 让它们错开胃了 对着看一下 保证它们俩背靠背 这样两只眼睛就粘的比较好了 这样的长颈鹿 是不是挺可爱呢 希望你在掌握了长颈鹿的编织方法之后 能够发挥你的研究和创新能力 创作出其他的形象 期待你的作品哦 大家看 我用长颈鹿的基本型 还创作了一只这样的动物 你看出来它是什么的吗 这节课就上到这里 同学们再见 怎么应该记载着 discussed 待会 cinco 帮助 刚编的 独大的 都